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消息人士透露 世界首富马斯克在完成了对推特的收购之后 立即花巨资 以超过1亿美元的遣散费 解雇了推特的三名高管 其中上任不到一年的推特首席执行官 阿格拉瓦尔有资格获得大约5000万美元 首席财务官希格尔则将获得约3700万美元 而最高法律政策执行官加德的遣散费 约为1700万美元 知情人士表示 在马斯克周四执掌推特之后 这三名高管和其他一些主要部门的高管 都将会被解雇 马斯克自己将会成为推特CEO 这几位高管之所以可以获得如此高的遣散费 是因为根据推特的公司条款 如果推特被收购 并且导致他们在此过程中失去工作 他们几位就有权获得相当于一年工资的遣散费 和未归属股权奖励的现金兑换 同时推特还必须支付他们一年的健康保险费用 每人约为3万1000美元 在做出解雇决定之后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文 称小鸟自由了 因为推特的标志就是一只蓝色的小鸟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五提交的一份文件证实 这笔收购于本周四完成 推特现在是马斯克的公司X Holdings的一部分 推特作为社交媒体巨头 增加了马斯克的业务范围 他的其他业务还包括电动车 火箭和人工智能等等 马斯克将自己的推特简介 已经改为了推特老板 所在地则改为了推特总部 此次收购标志着世界上最有名的社交平台 将被置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控制之下 这将对网络话语权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马斯克自称是绝对的言论自由主义者 他承诺会限制内容审查 以支持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方法可能会与一些更加喜欢温和的广告商 和政治家发生冲突 马斯克说 这个平台必须对所有人都热情友好 他建议推特可以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你想要的体验 就像你可以选择分级的电影或是游戏一样 马斯克对推特改造的具体计划人不清楚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他可能在几年后将推特再度上市 就像脸书谷歌等公司一样 推特也是严重依赖广告收入 广告占今年第二季度推特收入的90%以上 马斯克表示 他希望将推特从广告密集型商业模式 转向其他形式的收入 比如说订阅 他还试图在推特的基础上 打造一款类似微信的超级应用 加入金融 商务等其他功能 同时马斯克说 他将允许美国前总统川普重返推特 自从国会山暴动事件之后 川普就因为煽动暴力而被推特禁用 但是马斯克说 推特不会变成一些右翼疯子的聚集地 但是旨在尽可能的广泛包容 不知道观众朋友您是否使用推特呢 您希望推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欢迎您留言讨论 另外本周五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 保罗·佩洛西 于清晨时分 在他位于旧金山的家中遇到袭击 佩洛西的办公室周五发表了上述声明 声明称袭击者已经被拘留 当局正在调查他的动机 而佩洛西的丈夫被送往医院 正在接受医疗护理 预计将可以康复 据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 暴徒用锤子殴打保罗·佩洛西的头部和身体 并且大喊南希在哪里 南希在哪里 因此暴徒的第一目标很可能是南希佩洛西 但是事发时 南希佩洛西和他的保安正在华盛顿 并不在家中 他的丈夫保罗·佩洛西已经82岁 拥有一家位于旧金山的房地产和风险投资公司 而南希佩洛西则是美国总统职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此时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两周的时间 佩洛西经常成为共和党人批评的对象 并且经常出现在攻击性的广告当中 在2021年1月6号的美国国会山暴动中 他的办公室曾经被川普的支持者洗劫一空 而去年佩洛西的家已经遭到过一次破坏 不法分子在他的墙上涂鸦 还在车库留下了一个猪头 对于德国总理萧尔茨访华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终于在周五正式宣布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 萧尔茨将于11月4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据德国媒体本周一报道 萧尔茨原定访华的行程是两天 但是由于中国的防疫政策非常复杂 导致行程缩短实际上就是一日游 据知情人士透露 萧尔茨将会率领一个 由德国高级商界领袖组成的代表团一同访华 其中包括阿迪达斯 德意志银行 西门子 大众汽车和疫苗制造商BioTech的首席执行官 除此之外 名单上还有巴斯福 拜尔 宝马 默克之药等知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可谓是阵容强大 而德国媒体报道 申请加入这一代表团的 原本有大约100个商界领袖 大众CEO布鲁姆周五表示 国家之间进行沟通 听取双方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而化工巨头巴斯夫的CEO 伯穆勒则表示 对中国的访问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表明我们对对话保持开放态度 以及我们仍然对中国感兴趣 他本周三曾经呼吁不要抨击中国 应该更多的审视自身 审视德国自己的缺点和弱点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 德国也有很多声音认为 没有比在习近平刚刚获得 第三个任期后访华 更糟糕的时间点了 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也存在反对的声音 绿党和自民党认为 谢尔茨 现在的中国型将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之行计划于11月3号开始 并于11月4号结束 代表团只在北京停留一天 而不是过夜 与会者将会遵守中国仍然严格的防疫规定 始终在闭环中行动 以确保不会与外界公众发生接触 这次短暂的访问将是夏尔茨 自去年12月上任以来的首次访华 而德国内部的经济正处于胶着状态 德国联邦政府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德国虽然在第三季度躲过了经济衰退 但是通胀率激增 10月份的消费者价格同比增长了11.6% 而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测为10.9% 鉴于制裁俄罗斯的后果 能源价格上涨尤其剧烈 德国10月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了43% 食品价格则上涨了20% 接下来的几个月 德国人仍然要做好价格继续上涨的准备 据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 10月份有一半的企业表示将会不得不提高价格 而在通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 德国部分行业的劳资谈判面临困境 本周五德国的金属行业工会呼吁提高薪资8% 不然就要罢工 金属行业工会是德国最大的工会 拥有380万成员 工会表示 如果雇主方不提出新的协议方案 部分金属企业员工将会于下周一开始警告性罢工 另外沙特外交大臣向媒体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沙特 沙特外交大臣周四与中国外长王毅 以视频形式举行中沙高级别外交会议 沙特赞扬了中沙之间的历史和稳固关系 并且表示 今天的会谈是在一个重要的时机举行的 那就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计访问沙特王国之前 并且补充说 沙特阿拉伯正在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首脑会谈 做最后的安排 王毅则在会议上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中沙关系 将沙特置于中国外交 尤其是中东地区外交的优先位置 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表 但是习近平访问沙特的时机 正好是沙特与美国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对此前欧派克国家 不顾华盛顿的请求减产石油表示失望 欧派克家的减产决定 也惹怒了美国总统拜登 令他多月来的努力付诸东流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